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住客观 你是花魁 今天是花魁 这个人名字叫姬伯锋 曾救过我的命 你们中谁若见过 就请站出来 那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味道 这个是什么呀 人皮 如果你们的客人中 就是谁有这个刺青 也请站出来 李门主 我见过这个刺青 好 你留下 其他人散了吧 就这么早了 也太可惜了 你什么时候见过的 之前在洛花城 有几位客人 我也见过 先和自清 我也见过 我能单独跟你说说吗 你就站在那儿说 可是他怎么能 那 那个人我也见过 这回 我能单独和你说说吗 好 我看你这次又说什么花招 上一个提供假情报的人 已经被我割掉了舌头 不要 我的舌头这么可爱 啪了 没有 我是真的 真的知道他 说 但我如果说了的话 我能有什么好处吗 你想要什么好处 我想要 我想要你别动 李大侠 有件事 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 我一直都很感激你 也许你已经忘了 但那一天 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 那天 特别特别地冷 而你的身体 却特别特别地暖和 跃着 敬出来吗 什么呀 你手上的东西 还有 没有啦 你为什么鬼鬼祟祟剪我头发 谁派你来的说 什么谁派我来的 我剪恩公的头发 就是因为想报恩而已 我听说将人的头发 埋到城华庙里 可以祈求主人 一生平安 报恩需要穿成这个样子吗 我以为男人都喜欢这种吗 幼稚 脑子里不要装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请告你 积薄峰的事 你敢骗我一个字的话 我一定会杀了你 对不起啊 我确实没有见过他 但是 如果我能找到他的话 你能再见我一次吗 等你找到他再说吧 积薯金 积薯金 请完成的 积薯金 积薯金 自房 不对啊 怎么都找不着啊 别赌了 你昨天怎么又自己走了 我这不是遇到一个故人老朋友吗 老朋友 对了 他是怎么能看到你的 他是阴阳眼 我们以前就认识 但是自从上了战场以后啊 就再也没有来往过 我说呢 怎么见你个见了鬼似的 那女侠 你在找什么呀 李不归正在找一个人 名叫积薯锋 我呢 现在拿到了李不归的头发 如果我再能找到积薯锋 就有机会再接近李不归 到时候 就可以拿到他的眼泪 或者是血了 数秒阁啊 记录了当地所有的人口 但是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姬伯锋这个人呢 不顾你下 你别着急 这数秒阁啊 乃是所有城隍联络的据点 上到皇亲国戚 下到出生婴儿 生死病患 寿终几何 且有详尽的记录 我可以修书一封 联系青川所有的城隍 一同寻找 真的 那就有劳小谢兄弟了 不客气 只是有件事情 不知当问不当问 呃 什么事情啊 女侠 你是怎么在青川 显现身体的呀 显现身寿 嗯 这个 是帝尊赐给我的 有了它 我便可以在青川显身 只不过 每过七天 上面的花瓣 便会掉落下一片 如果四十九天之后 我还是没有回去的话 便会齐痛 齐痒 饱受百虫啃咬之苦 直至 完全被吞噬 到那个时候 我就再也回不去了 女侠放心 我一定在花瓣消失之前 帮你完成任务 我这就将消息散布出去 啊 啊 来讯收拾 黄灵城 冯黄记 我已率众搜遍三百年档案 只发现一人与姬伯峰长相酷死 但是此人两百一十年前 就已经死了 死了 来讯收拾 幽云城 层黄记 来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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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城 天梦 宋游州层层 层黄记 宋游州 来讯收 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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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女侠 你就说咱这人脉 是不是相当可以 嗯 那我们回去 慢慢研究 好 奇怪了 怎么每个人都长一个样啊 对啊 而且都是三十几岁就死了 这个人竟然还没死 应该就在卢华城 那你赶紧去告诉李不贵 不行 我已经骗过他一次了 如果现在去告诉他 他一定不会相信我的 我直接去趟卢华城 把季伯丰给请回来 李不贵见到他的恩人 一定会感激我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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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有人吗 鸡薄风 这地方 怎么会有这么多 小孩子的玩具啊 姐姐你在找什么呀 姐姐 我找鸡薄风 你们主 这就是我见过所有有仙鹤刺青的人了 还有一件事 不知当奖不当奖 说 昨天那个亭云姑娘其实是假的 我见过亭云不是此人 我就知道他有猫腻 你听说过把头发埋进城隍庙 就能保佑人一生平安的鬼话吗 我和龟中的几个姐妹 也常用这种话术招揽客人的心 这样看来 他倒是有可能也是风尘女子 那个小花魁 不会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勾引你吧 去看看 去看看 落花城南九孝众生讨 积薄风险 国家 雪雪 请进 请问您是鸡伯峰吗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里 我 我朋友比较多 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把手伸进来 手 这里是医馆 有病看病 无病离开 不不不 我 我也有病 梦幽 八百年前 被灵渊的忘忧殿手边 成为天机婆婆的贴身侍女 负责给魂灵喝忘忧汤 一旦哭泣 就会地动山摇 我说的没错吧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谁 我不是有意要麻烦您呢 您能不能 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对了 那个 您不是李不归的恩人吗 我跟他还挺熟的 你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 你说 我是李不归的恩人 我杀了他全家三十多口人 你居然说 我是他的恩人 可是李不归 其实是这么高 都说 灵官怕御史 我还从来没有杀过灵官 你进来做什么 我还从来没有杀过 你自己处理一下伤口吧 我来吧 今天真对不起啊 因为救我 你放走了你的仇人 没事 我自己选了 那个鸡伯峰到底是什么人啊 看起来好可怕 还有那个老伯 声音怎么会那么奇怪啊 不该问的 不要问 知道太多 对你没好处 可是他差点杀了我啊 我会在他杀你之前 先杀了他的 他 又吹牛 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还是靠我找到的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我 我 我表兄告诉我的呀 表兄 对了 那个鸡伯峰说 你只要哭泣的话 就会地动山摇 你怎么偷听我们讲话啊 只是路过 碰巧听到而已 那 他认错人了 他说的是我的老祖宗 我身上流着他的血 所以哭起来身边的东西 也会震动 不过我没有他厉害 满嘴谎话 你可以走 你的脖子流血了 皮外伤而已 不碍事 这个冰锥是有毒的 杰伯峰说了 毒发之后 三日内必死无疑 那你手也受伤了 我的手 我手上的毒血 早就被我吸出来了 但是 你脖子上的伤 非常危险 你这个角度 你自己肯定也看不到 别怕啊 我来帮你吸 你出发的 我去看他 你周遇到你 你愿意 一路了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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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桃树花落浮过泪烟 心上雨雨后 时间轮回 你看 这些黑不留球的 这明明是红的 你肯定是中毒太神 眼睛出了问题 必须彻底吸干你 你轻点 希望 繁华城市的火烂山 岁月人暗 小葫芦 你是够了没有 没有 喂 这毒血排得差不多了 你好好养伤 我明天再来看你啊 也不知道女侠现在怎么样了 我 你给我滚出来 好了 感情这么多年 你也躲这儿了是吧 说 当年为什么没回来娶我 当年的事我哪儿记得呀 你说不说 我说我说 当年我都立了军功了 那身份定位能一样吗 你的意思是我配不上你了是吗 不是这意思 谢谢兄弟 你看我拿到了 你的意思是我配不上你 他就配得上你了是吧 女侠 有话好好说 你先别激动 那要不你们俩 我先走了 不是 不是 好 你走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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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鞋 我再去给你接一碗吧 接不了了 我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 蛇肯定不会愿意再给我鞋了 是蛇鞋啊 救人用的吗 这下姥姥该怎么办 救你姥姥的呀 确实事物不对 你等着 我再去给你接一碗 等一下 等一下 也不知道这李不归伤过好了没有 如果我现在再去吸他的血 他肯定会把我杀了的 怎么可能再去找鸡波峰吧 不过也不是不行 怎么办呀 女侠 对不起啊 但不是我说啊 其实让一个男人流血 有很多种办法 不一定非得是打架 你有什么办法呀 这名单上的人都死了 看来想要通过他们找到姬伯峰 是不可能啊 你门主 你又来干嘛 我有个请求 不知道 你会不会同意啊 说 这放眼整个广平府 论武功 谁都比不上你 我呢 武功是差的 但是我找人厉害啊 我们算不算是门当后队啊 你想干嘛 再说这缘分 你救过我的命 我帮你吸过毒血 我们算不算 一起经历过生死呢 所以呢 所以 我们俩能不能结 结 结什么 结 结拜啊 小葫芦 你知道什么是结拜吗 我自然是知道的啊 我自然是知道的啊 就是我把血往碗里那么一击 你再那么一击 我们就同年同月 同日死了 可外面想要我命的人那么多 你跟我同死 不怕吗 怕呀 不过 你会保护我的嘛 我为什么要保护你 因为我们是兄妹啊 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就不要再纠结了 你这个人呢 虽然脑子不太行 动不动就爱动手 还凶巴巴的 但你还算仗义 你要是嫌我武功差 你就直说 我会努力进步的 到底行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结拜的两个人 要祸福相依 生死相随 那 你死了我相随 我死了 你不用管行不行 不行 你 诗人都说 你向来是血成性 是个十足的大魔头 我倒是觉得 你是一个好人 我才想着跟你结拜的 现在看来 你果真是如此冷冰冰啊 你为什么觉得 我是一个好人呢 我就是觉得 你是一个好人啊 从你第一次见面 没有杀我 再到你从姬伯峰的手里 把我救下来 如果你当真是一个 大魔头的话 怎么会在意 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死活呢 啊 好吧 恕我一厢情愿了 如果你当真 不想和我结拜的话 我就想回去了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被那个 什么姬伯峰给杀了的话 那就让我死得远远的好了 自生自灭 你们谁都不要 等等 怎么了 好吧 你同意了 那我回去安排一下 尽快准备一试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要搞什么鬼 姥姥保佑 希望这一次可以顺顺利利的 你在干嘛呢 我 我在熬汤呢 熬汤 用这么大的锅啊 是啊 我们家人做饭 都用这么大的锅 对了 你叫什么呀 我 我叫孟悠 孟悠 给 陪你的蛇 走之前忘了问是什么蛇 就没样多给你抓了两条 我给你打开 别别别 这个 以后再打开吧 干嘛 先不够啊 不是 是我说了一句话 你都没明白什么意思 你就去了 你是说我傻 不是 我是说 除了姥姥 好久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 所以你更得赶紧把蛇取出来 去救你姥姥了呀 我跟你说啊 这蛇是我刚从山上抓的 你看我给你弄多少 这么大一袋子 看 你真的不用 这两颗轻浮血珠 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李不归 快来喝舌汤 你做的 不是 不喝 你这个人啊 就是太谨慎了 不知道错过了多少好东西 这又不是忘忧汤 喝两口不会失忆的 你这脖子上的咬痕是怎么回事啊 小伤 我说的不是伤口 是咬痕 这明明就是人稀的 不会是哪个女人吧 李不归 你这铁书要开花啊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我跟你说 今天有个人想跟我结拜 跟你结拜 谁这么不开眼啊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但这个人总背着一个葫芦 就叫她小葫芦吧 小葫芦 你说的不会是孟悠吧 孟悠 你认识她 刚认识她 这舌汤就是她炖的 这个人呢 非常奇怪 总感觉想接近我 看样子 又不是想杀我 所信啊 我就答应了她 看看她到底想搞什么名字 刺达我认识你一来 你就很少跟别人打交道 平日里连个朋友也没有 我知道 是因为你没喝忘忧汤 害怕林冠会突然出现 把你带走 所以你也不愿意闯入别人的生活 害怕自己会突然消失嘛 但是这么多年了 林冠不也没来吗 你也不能一直一个人搬 既然有人想跟你结拜 多个朋友 有什么不好的 朋友 我不需要 你看 这一根筷子 它轻轻一折就断了 两根就不一样了 相互支撑 就会变得坚强 两根我也折得断了 两根我也折得断了 你还真是凭本事单身啊 喝疼的你 这衣服 是不是有点太喜庆了 这重要的场合不得穿得喜庆点 这件衣服还是之前城隍庙里的香客留下的 没想到穿在你身上如此合身 想起上次穿这种衣服的时候 还是和陶然成亲的时候呢 那女侠 她 你之后还有再见到陶然吗 我去到陵渊的时候 她已经走了 但是 你还是很想她吧 八百年都过去了 爱也好 恨也罢 很多事情 都应该释然了 不说了 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可你的故事还没有呀 我看那个沈姑娘对你有点意思 你想怎么办呀 怎么办 能怎么办呀 她是人 我是灵官 注定无法在一起的 那这样吧 等我把忘忧汤给李不归喂下去之后 我把身上的显身瘦给你云几天 你可以跟沈姑娘好好道个别 太好了 那我先谢谢女侠了 你来啦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喜事嘛 从今往后我就有靠山了 那我不得穿得洗轻一点 急事已到 有请吧 我今天就是为了这碗血 说的话可不能算数啊 从今日起 我梦幽与李不归 结为异性兄妹 从今往后 有饭一起吃 有汤一起喝 患难与共 生死相随 嗯 相随 好 二位可以煞血为盟 一劫进来了 好 这是结拜还是自杀 结拜 结拜 我这不是看写多一点 显得我们情依身后吗 大哥 要不你换这个碗结吧 这个碗结我的血都满了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可不是嘛 从今以后没人敢欺骗了 我当然开心 好 李承 可以喝了 喝什么 喝血酒啊 要不然把血滴完里干嘛 这想喝的 没有人跟我讲过啊 结拜都是要喝血酒的 表示诚意嘛 大哥 要不我们换着喝吧 我想喝你的血 看看是什么味道 要不你也尝尝我的血 看看味道是不是一样 真是麻烦 我喝饱了 又不饿了才饿 这 没事 随她吧 继续 好 我 现在就开始护肚子了 来 磕头吧 李承 那行 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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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你 看你 你 就 新风撞进我的魔 春草诗夏产诗 秋落风冬雪诗 不不及你眼清长 春草诗夏产诗 在线月梦 白梦 一人断裂过一场 一笑笑 一笑笑 日历绕有相似 一双手 一双手 又如何 二楼 一双夜